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獎勵 優惠 減免 这一切的一切表现出 就是说我们台湾上市的竞争力 台湾上市的竞争力 台湾一向就是为美国 日本的 跨国企业施药而生产的台湾 原料给人赚一手 技术配控制 产品给人赚一手 只赚了工钱的台湾 在这样的一个交流 导致世界扁平化的困境里面 老实讲 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那么今天我们 假如说我们两岸 两岸经济上的互补 原料过来产品过去 工厂根本就不用 工厂根本就不用搬 老实讲 13亿人口的市场 以我们台湾的工业 要满足13亿人口的需要 每一家工厂可能产能要 通胀500倍到1000倍 还不晓得能不能满足 13亿人口的需要 我们才能摆脱 我们完全受制于 每日花国财团的载质 我们经济才能发展 大陆是 与我们最近的地方 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 你不跟他签订这些 我们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 暴力都在跟他们在进行 那你不签订的话 你怎么能生存呢 你们这些青年人 这个以后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呢 自己要思考一下 因为学生对于政治 以前都是很冷漠的嘛 现在对政治对经济 非常的热情 我觉得这是要肯定的 只是说我们在经过长久的时间 就发现说 后面有一些政治力的介入 那这个政治力的介入 会误导学生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 怎么样辟谣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 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辟谣 这样的做法 也是这个行政怠惰了 造成整个社会 对这个议题的这个不了解 我们认为 现在有几个重点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经济部 因为根据天下杂志的报道 我们的福贸协议据说 据说是由经济部商业司的 18位同仁 然后去谈判制定的 然后呢 这样的报道呢 在各界不断的都在谈 然后于是产生了黑虾 产生了这个不透明 产生了思想授授 有这么多事情 可是呢 经济部呢 没有办法有效的对外 做出一个回应 好像我们两岸之间的贸易 是由18个人来决定的 好像这18个人 私底下利益互相授授 然后就决定了 全台湾的这个福贸的命运 我觉得经济部有责任 更明确的 更清晰的 来跟我们台湾的大众说清楚 我们要具体的来讨论 福贸协议的内容 让大家能够去除心中的疑虑 经济部作为谈判的一个窗口跟代表 更要明确的向社会大众说明这件事 我经济起来了 我政府我这个财团赚钱了 但是我不给你这个劳工来调整薪水 所以作为家长的 他认为说我在低薪里头 我在这个低薪的环境 你老板怎么样赚钱 好像我的这个薪水都不会提升 那我为什么要支持 所以反服贸的声音会这么大 这也是我们呼吁政府 要调动这个所谓的 要调整劳工政策 不能用这个低薪的元凶派遣 劳动弹性的状况要改变 要调整劳工的这个劳动条件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呼吁呢 如果签订了这个两岸福贸协定啊 是对我们的劳动市场呢 是可以有提升跟改善这个 劳工的低薪的这种情形的话呢 那我是在这边呼吁说我们应该要支持 那福贸这个东西是一定可以增进 劳动工作机会 那增进了劳工的机会 也有可能把劳动的薪资 那个工资提高 那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最重要我刚刚有提过 那个如果福贸不签的话 FTA根本没办法过 台湾的经济是靠外销 那台湾如果假如说 长期在这个 落于就是韩国之后 韩国现在已经跟美国 跟欧盟已经签订了FTA 那现在他也在跟中国大陆谈判 那个FTA 那台湾如果在这方面 不加紧脚步的话 我相信台湾的出口竞争力会越来越弱 那到时候不是说台湾要罢工 台湾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 这点是很可悲的 所以说我想福贸只不过是FTA的其中一环 那也第一方面能够增进我们劳工的薪资 劳工的工作机会 跟有可能增加我们劳工的工资 所以说我想福贸签订以后 进一步更要签订FTA 这是我个人的诉求 谢谢 落实福贸协议 落实福贸协议 结束力量失事 结束力量失事 稳定就业环境 稳定就业环境 落实福贸协议 增加工作机会 增加工作机会